哇賽 你也太大力了吧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試吃這個 川劍雪蟹柳 它的品名叫做 螃蟹風味魚漿煉製品 所以它應該就是那個 火鍋料的蟹餃棒 喔 你說紅紅 一條的 圓圓的 然後要把它外層剝掉 要脫它的衣服 才可以吃的那個 如果我們今天只單吃這個 就有點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決定今天要來做三種蟹餃料理 而且是用我們微博的料理知識 第一個料理 我們要做雪蟹柳日式海苔壽司 卷 我們就先拿出你的工具 窗簾 窗簾你的頭啦 這個是包壽司專用的 如果我看那種做海苔飯卷的人 都會鋪房間 接下來放上最重要的靈魂 就是海苔 這只是配角而已啦 海苔是配角 完成之後 我們就加上我們今天做好的醋飯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不知道能不能吃 還沒有試吃過 從雞米到煮米 煮好米了以後再加上醋 這很難嗎 酷男他 你剛剛幹嘛來上網 擦死 我要確定比例啊 有可能錯啦 哇 飯不夠耶 就沒飯 你還偷吃 欸欸 可以可以 可以 配角們出來了 小黃瓜跟 紅蘿蔔 你看 很重要 接下來最重要的主角來了 血蟹流 就要把它鋪好鋪滿 看起來蠻軟Q的耶 這條條分泌 出水啦 欸 不要偷吃 哇 好香喔 你知道包春捲的時候 比例 加馬力好吃 沒有沒有 這個就是肉多就可以了 你這個到時候捲得起來嗎 硬硬硬硬硬 就跟你講太滿了吧 有人捲過這麼大條的嗎 這就是裡面的料 哇 有沒有 超級豐富的 好 我們完成了壽司酒 我們就先放在旁邊了 我們來做第二道菜 叫做 雪蟹流馬鈴薯沙拉 製作的材料有 馬鈴薯 紅蘿蔔 小黃瓜 還有最重要的 雪蟹流 首先第一步 就是把所有料都加進去啊 嗯 沒有 我想說阿倫 要挖冰淇淋 接下來 我們就要加入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蟹流條 沒錯 OK 直接把它打散吧 打散啊 我要每一口都吃到滿滿的蟹 其實我滿愛吃馬鈴薯的 平常有時候 我就會自己來做個馬鈴薯沙拉 所以今天剛好是來一個 比較高檔的一點的 馬鈴薯沙拉 稍微攪拌均勻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旁邊 等一下我們來做第三道料理 最後我們再一起來試吃 我們就來吃一個 雪蟹流大餐 第三道 最後一道料理 我們要做的是非常 對 稍微有點複雜 首先我們要先準備的是 一個容器 接下來我們的主角 雪蟹流 對 我們就先把它放在上面 先鋪好 這道料理 如果你沒有點耐心的話 其實是不容易完成的 它必須要具備很多技能在這裡面 這是我們挑戰過最難的 最難 最難的 最後一步很重要 沒錯 非常的困難 我們要拿出我們的 胡麻醬 對 盯上去這樣子 好的 所以我們這道就是這樣子完成了 完成 吃非常的難 超級困難 我們的大餐完成了 看起來超豐富的 好餓喔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雪蟹流大餐 但我們在吃之前 我們準備了一個好喝的東西 就是啤酒啊 我們剛剛是誰家買的 慶祝我們今天完成 不管好不好吃 你們看 你們看 是不是滿滿的都是肉 而且你知道我們今天用了幾包嗎 我們今天用了11包 完全不手軟 我們之前曾經去一個廚師的家 然後我發現他在試吃料理的時候 非常的專業 他就是準備了叉子跟湯汁 雖然我不知道他那個用力什麼 那感覺好像就挖一口 然後把所有東西都可以放上去 然後一次品嘗他的口感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吃麵的時候 單純只拉麵起來 你是吃不到他的湯 所以他必須要把連湯跟麵一起吃 你才可以吃到他完整的風味在裡面 真的滿好吃的耶 我用了一整口 這個包含了我們所有的材料 嗯 其實這一口家具 首先會吃到的是濃濃的醋飯味 你醋飯吃下去了以後 你開始焦 你就會吃到了小黃瓜 以及紅蘿蔔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人有清爽健康感 你這樣吞下去一刹那 海鮮問題就這樣嘛 你又怎麼拿個兩個餐具 就變那麼gay白 我在效仿那個美食評論家 在吃食物的時候 然後他會說的評論 那你覺得好吃嗎 這個壽司在我嘴巴裡 說出了一個故事 ok 所以好不好吃還是沒有回答到我 個人覺得算還不錯啦 但是我覺得唯一缺點 就是我們的海苔 軟掉了 軟掉了 這一定沒辦法接受 如果你去吃壽司的話 你可以接受你的海苔軟掉啊 不行 看起來真的很豐富耶 這一餐真的很健康 這是我做過最簡單又好吃的料理 真的沒什麼難度 哇 聞起來真的是 那個馬鈴薯味還好香喔 喔 喔 這個不錯耶 好幸福喔 感覺可以開箭了 而且 那每一口都是滿滿的蟹條耶 我慢慢拍我慢慢吃 聽 海嘯的聲音 為什麼是海嘯 因為我覺得不會苦啊 這個吃了會還會笑 第三個我們就要來試吃 我們今天的最複雜的那道菜 跟大家講一下這道菜叫什麼名字 涼拌胡麻醬雪蟹 會這樣吃的原因是因為 它本身這個雪蟹油就可以單吃 所以我們想說那我們就來一個 不要加太多調味料的方式來吃吃看 看一下 胡麻好吃嗎 其實本上我覺得 這個東西不要加胡麻醬 應該會更好吃 因為胡麻醬的味道已經蓋過它了 真的是可以單吃耶 胡麻醬真的多了 我們來單吃一下 單吃就勝過胡麻醬版了 但我覺得要稍微配點東西啊 因為有點小鮮 就真的還滿色的夏天配餅子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三款沒有很難的 料理 所以如果沒想吃吃看的話 也可以試著去做做看 我是一 我是一力 我們下週六見 六 掰掰 欸你覺得哪個最好吃啊 當然是這個啊 你沒看我夾那麼多 幫我夾一點啊